好 那接下来 我们的二号嘉宾是谁 您是哪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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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说还真的就锁定范围了 内蒙古 内蒙古 你是男士还是女士 这女士她还挺聪明 第二个 女士 内蒙古 比方姐大还是比方姐小 好像我们俩差不多应该 现在比她老的歌手也没几个了 年龄保密 女士年龄保密 第三个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 您要不要知道她的职业 您的职业是做什么的 可以说你能猜出来 我给观众能猜出来了 音乐人 音乐人 内蒙古的 你认识的内蒙古的女性的音乐人 你能有印象的都有哪些 我认识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 思琴格尔勒 思琴格尔勒 那味太大咱们也请不动 您的聪明曲是哪首歌呀 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其实说实话 一般我们都不允许问这样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问题 一问肯定就知道是谁了嘛 嗯 但是我觉得小伟他们可以 对 因为他们真的不容易啊 希望他们能猜对 好多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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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就有点过分的 来小伟你猜是谁 或者你期待是谁 对 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唱 《山歌好比川江水》那个 思琴 思琴格尔勒 对 我特别喜欢他 刚才跟你说了 说那不好请啊 但他说他期待是这个 那你就猜他了 嗯 对 确认吗 确认 到底二号房间中是谁呢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请打开二号房间 打 对了 好 小伟给你看 你来了 哇 哎呀 来了 你好 你好 哎呀 我叫来了 《思琴格日乐》 《中国乐坛》的实力唱将 今天做客你看谁来了 面对孙权伟的爱情故事 他又会引发怎样的感想 大家好 我今天给你带来一张 我自己的专辑 嗯 因为我也想了 我在想 我应该带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他爱唱歌 我也爱唱歌 然后 我爱音乐 音乐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所以 我把我最爱的带来了 送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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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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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亲爱的 哎呀 好久不见呢 哎呀 你说的我还挺感动 哎呀 来来来到这边来啊 到这边来 真猜中了我 没想到吧 真没想到 我就说你今天所有愿望都会实现 对 他无相都来了 因为那个 在那个王老师 王芳老师跟我说 你们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想 我必须得来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来到现场 我觉得 因为歌声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一个 让我们内心会升华的 会洗涤的一个东西 那么他爱唱歌 我觉得 我就必须得来到现场 鼓励他继续唱下去 谢谢 对 谢谢老师 而且 其实 辛格勒呢 是我的老乡 而且呢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知道他非常忙 所以我跟王老师说 咱们试试吧 因为他特别喜欢你 特别喜欢 而且我觉得他们俩这种故事 你刚看到了吗 这个故名 来到这儿的其中之一也是 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他们的爱情 就是 我觉得 太不容易了 太伟大了 就是作为一个小姑娘 能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爱情 装在心里 扛在肩上 然后 真的是 非常的伟大 是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 只发生在我们女人身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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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罵她一下 对 哎呀 男人也有 对 男人也有 其实没碰到这种机会 对 对 对